所以空也是如此 当我们讲空不是什么都没有 中国人常常理解空就是什么都没有 其实错 我举个例子 中 它是空的 可是你一敲的时候 它有声音啊 就是因为空的 所以它才会有声音啊 好你看大厅有鼓 对不对 鼓里面有没有塞东西 没有 就是因为里面有空的 所以拿木板 你可以打出声音来 假如现在鼓里面是塞棉花 没声音的 所以因为空的 所以它才可以出声一切的声音啊 所以空 并不是等于英文讲 nothing 空是呢 can show anything 因为空 可以显现一切 show any kind of possibility 显现各种的可能性 中国人认为空 其实就是什么都没有 当你执着一个空的时候 相对的有另外一个就叫不空 可是在菩萨正道八地不动地的来讲 空跟不空啊都是不存在的 就刚才讲的 不深一不灭 不够也不净 不增也不减 这样了解吗 好 这一段是真的有点深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 你说哭跟笑 好不好 一般人都会说 keep a smiley 保持微笑 对不对 可是保持微笑 你也要看用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假如现在你去了一个佛友家 他家刚好不小心 他妈妈得了癌症 过世了 很难过 你说要保持微笑 嘿嘿嘿嘿 那人家一定打死你了 为什么 你的笑用错了地方 人家全家都在悲伤 很难过啊 那你还笑 人家一定会觉得你这个疯啦 你这个人还很希望 我妈妈赶快过世吗 不是吧 对不对 那你说哭 哭一定不好吗 没有啊 我这几天都会见很多会客啊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对不对 很多都面前在师傅面前哭啊 我还给他T恤书 paper 不要哭 哭一哭会比较好一点 哇 他哭得更大声 所以哭不是坏事吧 哭什么 release your stress 哭一哭 会放下 会减低你的压力啊 所以笑跟哭 没有绝对的好跟不好 对不对 要看你用在哪里 好 再举一个例子 各位 当在医院里面呢 假如新婚夫婦刚结婚的时候 人家说 恭喜你啊 Congratulations Now you are the father You are daddy 哇 你非常高兴啊 我做爸爸了 到医院里都非常充满的喜悦 对不对 然后请问呢 当娃娃出生的时候 你有看过娃娃笑的吗 娃娃大部分都是哭的 对不对 以科学来讲的娃娃 然后呢 娃娃皮肤啊 在母亲的这个子宫里 有羊水保护 当她出来的时候 碰到空气的时候 像五百个刀子插在她 其实她很痛的 所以一般呢 娃娃一出生都是 娃娃大哭啊 你有看过哪一个小朋友 出来 Hello Nice to see you again 这样笑的啊 很少吧 我出生的时候也是哭的啊 对不对 是皮肤的接触 好 你看啊 当孩子出生的时候 孩子本身是哭的 这个呢 周遭的人呢 却是很高兴的在笑啊 爸爸妈妈 很高兴啊 朋友祝福你 Congratulations Now you have a son or now you have a daughter Now you are daddy You are mommy 对不对 Mommy不是那个妈咪 埃及那个木乃伊 不是那个妈咪 你是mother 所以可见 孩子在哭的时候 你却笑了 好 那断气的时候呢 断气的时候 你家人全部都在哭啊 妈呀 爸 不要走啊 对不对 可是假如你可以修到 欲知实至 你看到极乐世界 来接你的时候啊 你是微笑的 可是他们却是哭的啊 为什么 他哭 可能舍不得你 他哭 觉得你离开了人间 没有错 可是你为什么笑呢 因为你真正 生生世世都在受 轮回的痛苦嘛 我这么用功的学佛 说诵经做义工 做功德 我今生 真的可以去极乐净土 我往生佛国土 我是很欢喜的 所以可见 哭跟笑 也没有绝对的吧 再告诉你 跟真话 哭跟笑 都是空性的 了解吗 所以下次不要乱哭 也不要乱笑 要有智慧的笑 要有智慧的哭 所以空跟不空 都是了不可得的 好 再看下面换灯片 所以讲空跟不空 都一耳 把一耳化起来 《波尔经》里面 你会常常看到这句话 叫法尔如是 就是本来的真理 就是这样 也没有生 也没有灭 也没有增加 也没有减少 也没有好 也没有坏 那为什么我们 一直要念这个 注意听 为什么说 宋波尔经功德力很大 就是一直送 一直送 一直送 让你知道 你慢慢对外在的执着 就会淡 你就不会把它当真的 举个例子 再用茶杯 假如现在是一个玻璃杯 一个玻璃杯 一个脸有拿给我 我师父 一定要用心把它抓好 假如这个玻璃杯 看这里 玻璃杯 我用手很用力地这样压 裂掉的话 我的手会流血 假如我没有把这个玻璃杯 抓得很好 看这里 啪啪 掉下来了 它也会打碎 我的脚也会被刺到 用这个比喻告诉你 学习佛法 要有中道的般若智慧 就是要拿得刚刚好 你掐得太紧的话 是另外一种执着 你不拿它 不拿它掉下来 也是另外一种执着 所以佛经理 为什么要你念这些心经 不生 不灭 不够 不净 不增 不减 每天念的头 这样晃来晃去 他就是要把你这些 好坏的念头 通通都洗掉 你才会震入般若空性 了解吗 就像我刚才讲 笑跟哭 没有绝对的标准 可是一般人 我们都觉得笑就是很好 错 要是你的脸有妈妈死掉的话 你去笑 你一定会被人家打出来的 因为你笑错时间 笑错地方 对不对 所以好跟不好 没有绝对的标准 了解吗 但是你不可以用错地方 好 接下来再看 空性像什么 假如你常常修空性 送金刚经 送心经 送般若经的话 就会像 请看欢灯片 日本 京都 我很喜欢这张照片 我朋友送我的 金格寺 它倒映的湖水 你看下面的影子 你说影子是真的吗 不是真的 那有没有影子 有 太阳光很清楚的时候 它有影子 但你假想一下 现在假如是 阴天 没有出太阳 有没有影子 没有 那你就想 为什么太阳光的时候 有影子 阴天的时候 就没有影子 为什么呢 阴源条件 具足的时候 它就有影子 影子不是永远黏在底下的 假如影子永远黏在底下的话 那好的天气 跟不好的天气 你都应该看得到影子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呢 如果继续修般若空性 你常常了解 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有什么好处呢 就会像 再看一遍 幻灯片 由这个镜子 这个寺庙 金格寺里的倒影一样 你看到了 但是你知道 它是不存在的 暂时的 其实我们的人间 六道轮回 也是暂时的 你会说 师父是真的吗 没错 就像看电视一样 录影带 你觉得我有前一世 我受了很多苦 吃了很多苦 当你成佛的时候 回来一看 每一世呢 就像录影带一样 其实也没什么好苦的 就像你看电视 再举一下寡蜜 你们最喜欢的 对不对 歌仔戏啊 或是呢 爱的连续剧啊 它哭的时候 你跟着哭 为什么 你笨嘛 它笑的时候 你也跟着笑啊 你也很白痴啊 可见你的心啊 被它的情节 给拉走了 讲好一点 叫感动 收视率第一高 可是呢 注意听 当你把电视荧幕 按掉的时候 其实什么都没有 可是你心里就会想 哎呦 我不知道明天 那个男主角 会不会再害人家 那个女主角 不知道又没有 又被他老公打 我一定要帮他 出一口气啊 对不对 结果你做梦的时候 变成你自己 就是女主角了 可见这些都是什么 如水中的倒影 假的 可是你把它当真的 对不对 同样的 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 你看到有男生 有女生 我在新加坡住过 我在天上住过 我在地狱恶鬼 受苦过 可是当你震到呢 只要震到出地以上的 欢喜地菩萨 你看你过去 是生生世世 轮回的录影带啊 就像电视的录影带 什么都是假的 所以勇家大师 说了一段话 梦里明明有六趣啊 绝后空空无大千 这个很深 我讲做梦的时候 你明明觉得有六道轮回 有自己跟有别人 你真的受了很多苦 吃了很多苦 然后呢 很辛苦的 这样子呢 一把眼泪 一把体梯的过日子 所以插播一下 所以中国人呢 什么样的电视起目 最容易收视率一高 哭得越多越好的 一定是第一名的 对不对 哎呀 我这只拍命啊 观世音菩萨 这样才有得演嘛 对不对 中国人很喜欢演这些悲伤剧啊 越远越可怜啊 对不对 还有一种呢 就是呢 很剥辣的 很恶毒的 打人骂人的呢 都是非常尖酸刻薄的 然后大家就掌声 其实 命好跟命不好啊 当你开悟的时候 通通都是假的 听到这样的佛法 有什么好处 注意听 好处是 过去了 就让它过去吧 好的 也让它过去 不好的 也让它过去 所以金刚精彩讲 过去心不可得 未来的呢 未来的你要计划 但未来你不用担忧 十年以后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你担忧什么 未来的东西 也不要一直去幻想 未来要努力 比如说我们成佛 我们要精进行菩萨道 但未来的东西 不要担心太多 现在的东西呢 不要太执着 不要太固执 要学会放下 知道吗 这样的话 你的心啊 就会像宁静的湖水 升起智慧啊 那这样的话 好的跟不好啊 你都不会太在意啊 那这时候 你的心会像什么 像泉水一般 喷出来的水 都是有智慧的 而且是清净的 这个才是 波罗蜜的功德力 所以就像宁静湖水的倒影一样 你会觉得 慢慢很多东西啊 你不会再计较 慢慢的你觉得 它不是真的 请问 你告诉我 哪一样东西是永远真的 你去想 从出生到现在 哪一样是真的 你的房子 你的妻子 你的老公 你的孩子 都会变啊 哪一样东西是真的呢 当然是没有一样东西真的 假如你有找一样东西 是永远是真的呢 你来告诉师傅 我会给你礼物 好吧 所以 为什么了解空性的道理很重要 好 接下来再看 第28问 74页第6行 对不起 74页第5行 问曰 若做事念 以因缘合合身故 所以诸法一切都是没有永恒不变的字体 所以叫做无实性 或叫做空性 但是呢 何故附做事念 亦没有亦无有原生法呢 他就讲答 117颂 谁和所有法 于中观不动 彼是无生人 断诸分别故 先把中观画起来 这两个字 所以你要学中观 般若波罗蜜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在中论里面 龙树菩萨有很了不起的叫中论 叫八部中道 那我们这次讲的龙树菩萨 是菩提之良论 还有在华人的世界里面 大家会知道 龙树菩萨有的大制度论 我常常也引大制度论的故事 所以你常常要有 中观如如不动的智慧 这样子你才随一切 任何万法所生起一切的法的因缘果 你才会有智慧看得出来 那你能够证悟到不生不灭 那个不生不灭不是嘴巴讲的 它是真正能够证到不生不灭 真正证到不生不灭的时候 它没有墙壁的这个障碍 它直接就可以穿过去了 一般人我们没办法 不相信你去看看 柱子能走过去 一撞东西来 哇 你就被撞到一个包了 为什么 你有一个我 还有一个柱子的概念 你没办法穿过去 可是正如不生不灭的人呢 他真的可以穿过这个柱子 所以因为他心中没有好跟不好的念头 所以断诸分别故 分别故 所有的根都是从哪里来 比 分别 所以我们要修无分别制 接下来修有分别制 好 这是很重要的 我再看下面 如是菩萨 如实的观 三合大地一切 缘起信空的原生法时 能够离开一切诸法的束缚 亲自的证悟到一切诸法的真实体性 而且也离开这个一切真实体性的 细微的见解雇 他就可以断取一切对于法 他自体的执着 这个叫做无生法忍 但到无生法忍时 他的念头是什么呢 请看幻灯片 没有内跟外 也没有自己跟别人 也没有跟自己跟外面的一切的法 什么都没有执着 虽然有原生法 但是对一切的原生法像什么呢 这边用芦苇跟幻梦 幻梦做梦也是一个比喻 我刚才是用什么 用彩虹做比喻 若法从缘起身呢 他本体的实体呢 是不生不灭的 我先讲到这里 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以前在印度 有一位吉天菩萨 写过《入菩萨行论》 这个呢我也全部讲过 有一天呢 人家就来挑战他 吉天菩萨 你讲啊 正不生不灭 是非常的殊胜 那请问你真的证悟到这个境界了吗 他说没错 然后西藏的大殿里面会有很多壁画 知道吗 墙壁上画很多壁画 画什么呢 画释迦摩尼佛的八项成道 你知道吗 释迦摩尼佛啊 在雪山苦行的时候 也做牧羊女的供养 然后呢在泥连坛和洗澡 然后最后他就开悟 所以他那壁画里面就画着牛 然后吉天菩萨 人家挑战他嘛 说你真的真的不生不灭了吗 他说真的啊 你看墙壁上的牛 他一指的时候啊 那个牛奶就跑出来了 他赶快叫一个侍者啊 拿过一个茶杯去呢 就呢 牛奶 拿啊 装拿牛奶啊 装完以后就供养他 挑战他的那个人 他吓了一跳 因为吉天菩萨真正正入到不生不灭了 所以不生不灭的境界是凡夫可以证得到的 这时候他就腾在虚空里面 开始念般若经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生 般若波罗密多时 然后一直念的时候 他的莲花都一直往往生 生到最后他的莲花不见了 连他吉天菩萨人都不见了 可是整个大殿里面呢 通通都是般若经 都是入菩萨行的寄送 他就不见了 哇 挑战他的人呢 从此就吓一跳 哎呀 我对这个大大的善知识啊 非常不恭敬 后来吉天菩萨因为觉得 教化这一区的人呢 因缘尽了 他就离开了这个寺庙 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是在入菩萨行里面 他真实正入到不生不灭的故事 下次你看看 拿个笔在墙壁上画之小狗 看看 它会不会叫 答案是不会的 因为你没有正入到不生亦不灭 所以不生亦不灭对你来讲啊 只是一个概念 还不是真正正入的境界 可是你说真正的用功修行 从初地 二地 三地 四地这样修 其实正入初地啊 就像初一的月亮 它就正入了不生不灭 不过像初一的月亮比较少 真正呢 不生不灭赚得最圆满了呢 要到八地不动地 无生法忍的菩萨 这时候山和大地对你来讲 全部自哪像透明一样 没有障碍 高山地狱 所有东西都在你的心 你都可以自在 你要去哪里度众生都可以 你要去哪里见哪一尊佛 你都可以按照你的意愿去的 可是各位呢 我们现在没有正入到这个 无生法忍的时候 你是没有这样的功德力的 但是我们可以朝着这个灯塔 这个方向去努力 好 这一段是有点深啊 我尽量用辟语啊 好 所以再看下面的经文 若法从圆而生 它的本体呢 是不生亦不灭的 就像彩虹一般 它会显现 这叫圆起 但是呢 彩虹本身是永远不会 永恒不存在的 所以它叫信空 所以为什么叫做圆起信空 这是诸佛的正法 好 接下来再看 做事观以 若沙门 若婆罗门啊 它是不能动摇它的 沙门是指佛教 婆罗门 这里写婆罗门 其实它翻译就是 印度婆罗门教的那个婆罗门 就是说 假如你能够正到八地 不动地的菩萨的话 天上人间的一切诸佛都会赞叹你 天龙八步也会对你合掌 乃至于世间修行的各个教派的沙门 这里的沙门包含佛教的沙门 跟其他宗教修行者 乃至印度婆罗门教的人 都不能够动摇你 为什么呢 因为他得不到你所取证的功德 是以菩萨要常常很欢喜心的观 一切的法是不生不灭的 他就可以断他细微的分别 这个叫无身法忍的功德 此菩萨就会住八地不动地的菩萨 所以祭曰 请看丙二 八七十四页十二行 受祭必当作佛 得到的请看一百一十八诵 既获此人仪 既时得受祭 辱必当作佛 便得不对传 当你获到这八地不动地的菩萨的 无身法忍的时候 这时候一定会佛 慰慰你受祭 而且告诉你将来一定成佛 于是你就会正到不退转的功德 一切都显现 我前几天有说过 受祭只有佛才可以为你受祭 请看下面解释 七十四页十四行 得到这无身法忍的功德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没有过去 没有现在 也没有未来 时间跟空间对你是虚幻的 所以有些连友会说 师父 诸佛常常要讲 我们成佛要三大阿僧其节 无量阿僧其节 无量无边的时间才能成佛 其实那是方便说 真正成佛的时候 过去现在未来不是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过去现在来未来 对他来讲没有束缚啊 我们今天 对不对 有昨天 有今天 还有明天 那是因为我们的夜 生活在人间 真正成佛菩萨 他没有白天 也没有晚上 也没有过去 也没有现在 也没有未来 所有呢 都在他的真心里面 所以这里讲 没有过去 没有未来 也没有前面 也没有后面 因为没有前面 现在 对不起 讲太快了 因为没有前面 也没有后面 没有过去 也没有现在 也没有未来 超越时空障碍的时候 所有的佛都现前的 你看 诸佛现前 就为他受寂 所以你真到八地 不动地菩萨的时候 是所有的佛 你都会见得到的 包含没了菩萨 包含一切的佛 都会见得到 为什么呢 这时候他会加持你 如于来世 在某个世界 某个时间 你某个时节当中 你一定会成佛 叫做某某名号 如来应证片之 然后佛的这个名号 这个时候呢 就真的叫 菩萨不退转地 就恭喜你 真到不退转了 所以八地以上 佛为你献前 所以八地以上 第九地叫灌顶地 诸佛菩萨一定会往你灌顶 所以灌顶不是只有金刚正有 大圣也有 在华严经 在帮你灌顶一加持的时候呢 你继续修 你就变十地 像弥勒菩萨 在都帅内院 他就十地 那十地呢 一直修修修 修到因缘成熟的时候 舍都帅 降王功 气味出家 苦行学道 视线八项成道 十一地 就是恭喜你 就是佛了 讲得很精彩 不过这个很不容易正到 真的很不容易 你就试试看嘛 下次你画一个狗 你看看 汪汪汪汪汪 他会不会 假如你正无空性的时候 你汪汪 他会跟你汪汪 对不对 你可以真的穿墙壁的 好 好 先讲到这里 好 经文就讲到了各一个段落 明天从秉三 不退至圣二层 好 现在请你翻开讲义第八十五页 我今天要讲禅修 动与静之间 请看八十五页 第二十一行 前天讲宁静的时候 你要训练你的心 昨天讲动当中 你也要看到自己的念头 好 我们凡夫呢 在二十四小时里面 不可能完全都在宁静的状态 也不可能完全都在动的状态 两个极端都不好 举个例子 有些脸友就很孤僻 就自己静静的 什么都不想跟你脸讲话 很好 你的心若很清静很好 但是太孤僻啊 你会变阿罗汉的 有些脸友啊 很爱动 拼命动 停不下来的 这样也不好 大家都已经累了 他还在动 没事早事做 你的心也太散乱 所以我今天教了一个 不要像比的两极端 太过的好跟太过不好 都不好 要学中道 英文讲middle way 同样的 也不要太近 也不要太动 举个例子 假如一个小朋友 太安静的话 你会说 儿子啊 你是不是生病了 你是不是发烧了 你是不是自闭症了 妈咪可能带你去看一看医生吧 你也会担心的 假如一个小朋友 一直动 什么东西都一直动 一直动 你也会这样 sharp 对不对 你太的好动额 你也会生烦恼的 是不是 所以可见 太过安静 跟太过动都不好 学佛呢 龙叔菩萨教的是要 中到middle way 所以下面第三个来看 动跟静之间呢 其实也有一个空隙 也是你要修禅修的地方 哪时候动跟静之间 你最明显呢 举一个例子 各位你不知道 有没有睡午觉的习惯 假如你睡午觉 躺在床上睡觉 或是在公司 have a nap 睡觉 在睡觉那一刹那 还没有醒之前 你会动个念头 诶 我在哪里 那个就是动跟静之间的空隙 有时候呢 很短 很短 我有时候在国外也会这样 我睡觉的时候 哦在哪里 哦现在新加坡 哦哦海印古斯 对不对 有时候我去朝圣的也是这样 很累很累 很欢喜欢喜 睡觉的时候 第一个念头 诶 我在哪里 哦我在印度 哦我在尼泊 所以在他还睡醒的 前那一刹那之间 其实他就是动静之间的空隙 这是一种 只是比喻让你知道 请看经文 85页第23行 除了多声多结 喜好禅修的人 一般而言 老实说我们凡夫 不太大部分呢 是不再可能在24小时之内 都正念分明的 所以在第三种情况 在动跟静之间会有个空隙 你也应该好好的借机会 来训练你的念头 再看 举一个例子 跟你分享 比如说 我以前浅薄的经愿 假如你机会 有机会做短期的闭关 或禅修 不管两天或三天 你现在坐下来 我要好好的念诵 普贤行愿品很多次 这个就是在第一类 静中看念头 你念经的时候 也会有正念跟妄念 我公开再回答一次 有时候你念经的时候 这样两条线 有时候忘念很多 有时候忘念就很少 有时候你觉得念普贤行愿品啊 对不对 清闻很清楚 有时候呢 又不太清楚 没关系继续念 有时候念普贤行愿品的 都念一念呢 想到那个人欠我的钱 又没还我 你看称心你就起了 我不念普贤行愿品 一念呢 我就想到他欠我的钱 还没我 而且有好多年了 还没有给我利息 这时候呢 你要把你的注意力 大声放在呢 经文上 那这个忘念 称心的忘念 它自然慢慢慢慢 慢慢就会少 你不可能没有忘念 继续念 你没念的时候 你满脑都是忘念 接下来念一念呢 普贤行愿品啊 很好啊 对不对 然后想到呢 又想到一个帅哥美女 哎呀 头又晕晕的了 对不对 那这时候呢 你专注在自己的念头上 大声念或出一点念 那这个呢 贪心的忘念就没有了 有时候呢 它会像平衡的铁轨 从你开始念经的时候 一念到结束的时候 都很清楚 没关系 继续念 这是正常的 有时候呢 正念跟忘念 像铁轨一样 叉叉叉叉叉叉 两个念头继续 但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你知道自己的念头 你专注在念头 所以有很多人说 师父 我怎么不念经则已 一念忘念更多 答案错 是你不念忘念的时候 你满脑子都是忘念 你自己不知道 注意听 不是因为念经是因 忘念是缘 不是这样的因果 是你本来就有忘念 你不知道 现在念是一个祝缘 像镜子一样 让你看到自己的念头 这时候你要专注在正念上 那忘念它慢慢慢慢 会越来越低 假如你常常念 常常念 你的忘念就会有少 也有人问我 师父 你念二十年的普贤行愿品 不会有无聊吗 不会 答案不会 它就是像录影带的清洁带一样 一直在洗你的忘念 越念你会越欢喜 越念你会越有智慧 越念你越有慈悲 越念你越有大悲愿力 所以修行的法门 选两三个就好 不要一直改 这在镜中看念头 第二个 好 再看 第二类 八十五页 第二十八行 在念完以后呢 你可能中午就饿了 要吃饭 哎呀 时间到了 对不对 人家送饭来 吃饭请翻过来 吃饭的时候呢 你总是要动嘴巴动手 这时候你就可以修 第二类的禅修 动中看念头 甚至呢 你在海英古斯礼拜天呢 还做义工 帮忙洗菜 切菜 我发现有些脸友啊 很认真 不过你的心太紧张啦 对不对 哎呦 师父来了 赶快坐 赶快坐 本来不会打翻了 就全部打翻了 你紧张什么 我又没有像鬼一样啊 我长得很可爱的 你这么紧张做什么 你的心太紧张啦 知道吗 本来呢 要帮师父浇水 浇一浇浇 加茶 浇一擇 哇糟糕咧 嘿 整个呢 茶杯打翻了 可见你的心转得太紧了 不要太紧 放心吧 慢慢来 慢慢来 越急 要告诉自己 慢慢来 写下来 不要急 慢慢来 看到自己的念头 写下来啊 对啊 对啊 你们常常是这样啊 对不对 你急没有用 其实看好 当你在急的时候 你也没有专心的真的在想 怎么倒茶 你就是看师傅 好紧张 好紧张 你紧张什么 其实你都浪费你的能量 你的心也跑掉了 慢慢急 慢慢来 不要急 不是慢慢急 对不起 sorry 慢慢来 不要急 看到你自己的念头 假如你没有看到你的念头 看我 假如我没有看到念头 我要喝水 一定是这样 嘴巴歪掉的 为什么 他没有对到我的嘴巴嘛 可是我喝水的时候 我一定很清楚啊 我要对到我的嘴巴才能喝嘛 难不成你喝水是这样吗 演这个歌仔戏吗 还是布袋戏 所以不要急 我觉得你们脸有心绷得太紧了 所以我叫你要放松 慢慢来 不要急 要看到自己的念头 好 接下来 在中午吃饱的时候你要惊醒 现在吃饱了怎么样 哎呀真的呢 不吃的时候呢很饿 现在吃饱了呢像肥猪一样 所以要惊醒 接下来看惊醒的时候 它其实就在动与静的空隙章修行 从科学的角度 当所有的食物都在你胃肠蠕动的时候 大部分的血液啊会跑到胃肠 所以那个时候啊 刚吃饱是很不容易正念分明的 你会有点心觉得昏昏沉沉的 甚至有人一吃饱呢 就想睡觉 不要立刻睡去惊醒 听好惊醒不是只在寺庙 在家里你客厅也可以惊醒 甚至你们住在政府主屋 也可以下到一楼 在外面的公园走一走 走一走 走到你食物觉得有一点消化了 你才去休息 这样对你的身心会比较健康 所以禅宗里面告诉你 修行吃饭呢最好要七八分饱 这是有道理的 这是真正禅修的人才会有智慧说这种话 的确因为呢太饿的时候 你没有体力休息 比如说你现在 注意听啊 假如你是十二点要吃饭 对不对 你不要十一点禅修 你那时候满脑子吃啊 坐在那边呢 肚子一定是咕噜咕噜咕噜叫 现在想 哎呀我来吃一个肯德鸡多好啊 所以太饿的时候也不适合禅修 太饱的时候呢脑筋笨笨的也不适合禅修 所以大概要在吃完饭以后的两个小时以后 你才禅修 一般而言 肚子饿的时候你不是觉得像饿鬼一样吗 真的很难受 所以在闭关的时候 他是这样的情况的 再举个例子 我以前在石头山闭关的时候 有一位师父 我的好朋友 他是很有慈悲心的 但是很抱歉我要说 他没什么智慧 那时候他当我的护官 护官就是呢 他送饭给我 他想新红师闭关 太好了 他很瘦啊 我叫他晚上啊 对不起 早上我有吃 中午我也有吃 晚上我过午不时 因为在闭关的时候 我觉得很难得 平常很惭愧 我的色身不太好 又要奖金要会客 我没有吃过午不时的戒 可是在闭关的时候 我会过午不时 那他中午呢 我叫他给我两碗 他给我加三碗 哎呀 对不对 就越加越多 其实错了 在闭关当中啊 你会真正感觉无福消瘦 本来讲好的呢 他给我多装一碗 多装一碗 这个结果呢 我只好念咒 诗诗 不能倒掉 因为诗方常住的物 所以在闭关的时候 其实吃得越少越好 太饿你受不了 太饱是很痛苦 你有没有算过 假如一碗饭 要半个小时消化的话 那我吃两碗 或两碗以上 就要一个小时以上 我一直都在惊醒 那比死还痛苦 你知道吗 对呀 然后就算你念经的话 就很昏沉啊 对不对 我刚才说血液啊 通通都流到胃里面 所以 闭关的时候 为什么要告诉你 要八分饱就好 所以我鼓励过在家居室 你可以晚上少吃一碗 你本来吃两碗的吃一碗 你会觉得身心会比较轻松一点 所以 那个时候你会真正体会到 四念处讲的 诸寿是苦 佛头讲的是真的 但是呢 你平时要有这样的禅修的基础 对不对 也有一种情况 物极必反 不闭关则已 一闭关啊 突然自己觉得像恶鬼一样 吃得非常多 一碗两碗三碗都不够吧 那是你的贪心献浅 也要控制自己 这样也不好 好 接下来 再看 86页第21行 事实上在世间的生活里面 反过来说 假如一般在家居室 或是凡夫 大家都大部分都吃素的多 我举一个没有吃素的人 他看到海鲜呢 就想 哎呀 好久没吃呢 我们今天是好朋友啊 一定要多吃一点 很开心 其实多吃一点的背后 是很痛苦的 为什么呢 他只是看到暂时的表象 他不知道在表象的背后 快乐的背后有更多更多更多的痛苦 尤其举个例子 虽然我们已经吃素了 但是我老实跟你讲 也劝你的朋友不要吃海鲜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全球暖化 Global warming 其实流酸雨很多 流到大海里面呢 很多植物都是死掉 都变质 其实海鲜呢 有很多都是有毒的 很多人呢 现在做科学的这个证明说 有一半的癌症呢 都是来自吃海鲜多 因为大海里面本身很多水已经变化了 那很多海鲜它游在海里 所以你吃了它呢 其实它本身是有毒的食物 你觉得很营养 其实呢 是不健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吃了海鲜越多的时候 就拉肚子了 我食物中毒了 我胃溃疡了 我吃错东西了 所以我们往往只是看到 快乐的背后啊 其实后面的真相 你是没有看到的 你看到快乐的表象 所以佛经讲 诸受是苦 事实上 它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接下来再看第四类 飞进与飞动 这个意思是说 在飞进跟飞动的当中呢 这两个当中都不能归纳的话 就分在飞进与飞动这里面 举个例子 飞进与飞动哪一种情况呢 随便举个例子 发呆 流口水 你说它动吗 也没有动 你说它进吗 也没有进 这是飞进与飞动 它不是在动静之间 飞进与飞动 这叫无忌的心 对不对 哪一种人最容易发呆呢 对不对 老人家可能很容易发呆吧 还有呢 哪一种人最容易流口水呢 对不起 还是老人家比较容易流口水 小朋友也会流口水 对不对 那个就是飞动与飞进之间 可是有时候它流了口水不知道 那假如你很有词别心 照顾老人的话 你会拿卫生子帮它擦一擦 对不对 你擦完以后 它还是不知道你帮它擦完了 所以可见 你失去你的正念的话 是很可怕的 你知道吗 接下来再看第五类 一切时与一切处 八十七页第三行 最后重点是 你要训练在一切时一切处的话 也就是说 时时刻刻也可以观到自己的念头 从早到晚 不管你是十六个小时 或是在一切时一切处 不管在佛堂 在圣地 在家里 在山上 乃至于在寺庙 甚至当你一个人 没有人跟你讲话的时候 你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也要训练到你自己 可不可以清清楚楚 看到自己的念头 这个很重要 有一种人也是这样 我刚才说是 发呆 还有一种人会这样 坐在那边 吹吹念 吹吹念 一直自己跟自己念 这样也不好 这表示忘念太多 对不对 好像我们乡下演不带戏 不带戏 有没有 不带戏 你有没有看到 哈杯跟冷戏 对不对 我们小时候啊 哪两个不带戏啊 只有两个人 都一直在对话 其实我们的念头 常常也是这样 好的念头 跟坏的念头 都在对话 所以自己呢 一个人坐在那边 一直念一直念 也不好 你念那么多干什么 念那么多 不会出轮回的 你不如把那些时间啊 你不如把那些时间啊 好好去诵经 念佛 念咒 拜佛 做有意义利益众生的事 这样子你才不会空过一生 所以一切时一切处 你要训练到你独处的时候 也要看到自己的念头 好 今天讲到这里一个段落 明天我会讲第六个梦境 请你先预习 第七个小节 然后呢 我会明天还会讲到八十九页 转变你的内心 先从善恶念跟善念 因为我们只剩下 今天六号嘛 七号八号九号 我们只剩下两三天了 所以后面呢 我会讲快一点 所以请你先预习 一直呢 善念跟恶念 我会一起讲 所以请你先预习到九十一页 最底下 请你回去看 有问题 你可以写纸条 好 师父会尽我的能力 帮你引导跟解答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明天的后天 我才会讲悲伤的念头 悲伤念头 我会讲多一点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忧郁症 很多悲伤跟恐惧的念头 我也会给你一些建议 最后呢 就会讲宁静的念头 跟清静的念头 然后这个禅修呢 就讲完了 好 今天我就先讲到这里 来回答问题 好 现在有一个问题说 师父 如果没有比较 哪来的进步 很好 可是你问的这个是站在人的角度说 人类你觉得有比较 有比较 有竞争 才是进步 我 部分同意 partly disagree 部分不同意 为什么呢 有比较的话 也有竞争 有竞争 也有残忍的啊 全世界武器不是都在比较吗 你说 武器比较进步 对人类有好处吗 不一定 但是我现在讲 不要比较心的意识 注意听 你们要听懂佛法 我不是告诉你说 现在开始就没有男女 有啊 你们还是男中女中很清楚 讲不要比较是 转你心中的念头 你心中就是 生生世世在比较 所以你生生世世 轮回到现在 了解吗 所以你不要用错地方 我当你讲 不要比较 是指你的心中的分别心啊 你假如有比较 你看一个好一个坏 你的gap是这么大的 讲你不要比较 是它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 你的心才会平等 才会入定的 但是我也说过 不要比较 不是说好了 不要比较 不要分别啊 心虹是教的啊 进厕所 男生女生都同样啊 那你会被人家打出来的 你连男生跟女生都分不清 那叫愚痴啊 所以听闻佛法 它有层次 不要混淆 圣意地跟世俗地 不可以混淆 所以你讲进步 进步的动力 是从比较是第一个 但我觉得进步的 唯一动力不是比较 是你真正 我的想法 你做参考 真正进步的动力呢 是自己对自己 有一个要求 我希望今天 比明天更好 那也是进步啊 我举个例子 就以我出家的例子来呀 我们刚出家的时候 师父会叮咛我们 我们在僧团 也要做早晚课 那我请问 我现在出家21年 没有人逼我 谁叫我做早晚课啊 我没有跟人家比啊 我做早晚课 也不是给人家看啊 那我为什么 还做早晚课啊 那请问你 我跟谁比啊 我自己跟我自己比啊 这个是正面的比较 对啊 这样也会有进步啊 对不对 请问我出家21年呢 也没人检查 幸福师 你今天有没有念 普贤行冤品啊 我也不用跟你炫耀啊 所以我认为 不是只有比较 才会进步 进步有很多很多的条件 这只是提中的条件 但是 如果比较用错的地方的话 会产生什么 嫉妒 对立 是非 党派 你看全世界都在比啊 核子武器啊 那也是比较啊 你说 比较就一定进步吗 不一定的 这位联友 了解吗 所以 做参考 第二个 师父 为什么 什么恶业 造成众生有许多 妄念跟染污呢 这是你无量节来的习性 而产生了很多妄念 举一个例子 像我本身是不喝酒 我没有学佛之间 我就不喝酒 所以持五界里面的 沙盗淫忘酒 第五界对我来讲 我在家就持五界了 为什么 酒对我根本都不会动心 因为我本来就不喝酒 所以不喝酒 所以九界对我来讲 就没有困难 可是假如你对一个人 很喜欢喝酒的人 又是什么 红酒 葡萄酒 各种的酒 对不对 还有什么 OX 还有什么 你们还有什么叫 威士忌 对不对 你看 什么酒他都喝的话 那你叫他不要喝酒 是很痛苦的 那请问 他痛苦从哪来 自己自找的 因为他喜欢喝酒 所以他就会有痛苦 得到的时候 暂时的快乐 注意听 暂时的快乐 失去的时候就很痛苦 假如我连酒都不碰的话 我永远没有痛苦 所以以此类推 你的妄念跟染灼色 从哪里来呢 无量节 生生世世造恶业而来的 第二 师父 若念经名如妙法莲华 今有功德吗 我觉得你这位怜友 可能是最近来听经 这些问题 以前我回答过 不过注意听 我很有耐性 看这里 当佛经以讲 任何的一佛名 一菩萨名 都有功德 纵使你修日本的 所谓 NAMO HO LUNG RAY KE 有没有功德 我不会说没有 听好 有 但是像这样 假如我现在手上 有一个粽子 对不对 NAMO HO LUNG RAY KE 就像那个 手把 对不对 一个经名 当然就包含了 所有的内涵 端午间 你们都会包粽子 你拿粽子的时候 你一定要拿那个头 对不对 你看哦 拿上去的时候 所有的粽子才上来 所以真正念 《妙法莲华经》的经题的时候呢 它一定也会通达 全部的粽子 除非你把它剪掉 剪掉的话 你粽子就掉下来了 所以你说念 《妙法莲华经》的经题 有没有功德呢 答案有 但是不圆满的功德 很多的莲友 理解佛法都不太正确 我觉得真的很奇怪 尤其是新加坡 Sorry 请各位呼吸一下 深呼吸 快点啊 对 你们理解佛法 真的很奇怪 我们台湾联友 不会这样有这样的问题 你们都会说 那念一部经的 一个经题就包完无量功德 我就只念经题 那就像呢 你呢 包粽子 包完以后呢 你只要前面的绳子 麻了 你根本吃不到粽子啊 对不对 所以 假如你能够念 《妙法莲华经》的经题 你又能够念《谱门品》 当然功德很大 因为你了解了 《谱门品》的道理 你真正升起慈悲心 那才是《法华经》的功德 你嘴巴念一念啊 然后你平常还是这么自私 没有慈悲心 你是福报 不是功德 因为功德是要 借定会转换你的心 改你的烦恼 才有智慧 这才是功德 那假如你已经读了 《法华经》的《谱门品》的人 很好 师父也要鼓励你 很好很好 可是你应该发个怨心 从《妙法莲华经》第一品 一直念到二十八品 全部念完功德更大 看这里 又是茶杯 茶杯你看这里 茶杯有盖子 有杯 一定也有这个 我们叫把手 举个例子 《谱门品》就像把手一样 中国人从《魏晋南北朝》到现在 一千五百年到两千年 每一个人跟观世音菩萨都很有缘 很好 可是呢 你念《谱门品》的话 就像这个把手 你只抓把手 然后我问你 你看到整个茶杯吗 答案是没有 假如你可能从第一品 开始一直念念念念念念到 最后一品 反复的念的话 你才知道 大杯观世音菩萨 多么的了不起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 《谱门品》啊 观世音菩萨 求男孩得男孩 有水灾火灾 都观音菩萨可以救你 那是八地不动地菩萨 今天讲的经文 无声法忍的功德 那当然是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可是你有这个功德吗 你证不到那个功德 所以你不要那么固执 只念《谱门品》 你还要更境外 因为从第一品开始念 你全部都念的时候 你的功德力 比你单单念《谱门品》 一样更大的 但是你不要跟我顶嘴说 师父 《法华经》里面讲 若有人念一句一句 诸佛菩萨都会互念他 没错 这部经 你这个经文我也知道 但是你为什么那么固执呢 你就是只抓这个什么 看着 把手 请问 如果只抓把手 我把茶杯拿掉了 这个我也把它剥掉 请问只有把手能喝茶吗 这个必须就了解了 懂吗 各位听懂了没有 所以 法华经功德很大 能够的人全部念第一品到二十八品 一天念一品 念两品 一个月念一部 你的功德力是很大的 为什么叫功德力大 因为你了解 整部《妙法莲华经》的 全部的道理 慢慢念 你会生起大悲愿心 你会生起大愿力 你会有很多很多的功德 而新加坡的联友常常都会 师父 我念的越少越好 more discount 你要全部的功德 那不容易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只有把手 现在也不要杯干 也不要杯的身体 你能喝茶吗 我不能说你没有 你会跟我说 师父 我要跟你变 这个还是来自于茶杯 没错 可是你只有把手啊 可是假如整部《妙法莲华经》 你都肯念的话 你的功德力会更大的 阿弥陀佛 下面 师父 在净土修行 固然很舒服 没有障碍 但无法修 不失与忍辱 波罗蜜 答案错 谁说的 你讲不失跟忍辱 对不起 这位居士 我不要念你的名字 你说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注意听 我就真的给你开示 我今天只想答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 谁说进佛国土很舒服 没有办法修 不失跟忍辱 你以为不失只有出钱吗 不失叫不失波罗蜜 才师法师 无畏师 都是不失波罗蜜 什么叫不失波罗蜜 能不失的人 是空性的 所不失的东西 也是空性的 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现在把这个隐气 不失给一位法师 能不失的星红师 也是空性的 所不失的法师 也是空性的 而我不失的这个隐气 本身也是空性 这才叫不失波罗蜜 你以为不失就是出钱吗 你这样的理解是错的 忍辱 你以为一定有一个人骂你 才叫忍辱吗 忍有好多的意思 我前面六度波罗蜜讲 忍呢 心安住在法上 如如不动 才叫做忍 所以极了净土 怎么会不能修波罗蜜呢 极了世界 阿弥陀佛早上有 聘供诸佛院 聘供无量无边的诸佛 比你这边修波罗蜜 功得大多了 对不起 这位居士 你可能听得不太高兴 我尊重你的选择 下面一个问题 但是假如你做深入经葬的话 你的想法是会改变的 谁说极了世界不能修 布施波罗蜜啊 忍辱波罗蜜 他可以修的 如果在五着二世修行 是否会比极了净土修行 更快成佛呢 不一定 那要看你的功德 举一个例子 大制度论里面讲 会土跟净土修行 就有三类 第一个 在会土先修 将来发愿到净土往生 而正无生法人成佛 比方说谁 观世音菩萨 大士智菩萨 在无量寿经里面就说 他过去就是在 娑婆世界跟我们一样修行的人 也是凡夫 可是他多生多节修 可是他是呢 到净土成就 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是先发愿到净土去 正无生法人 像我今天讲 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你问问你自己 你真的可以在这个世界 修得成吗 不太容易的 你到了极乐世界 正入以后 成愿再来 道价慈航 广度众生 所以他叫做呢 在净土修行 在会土成就 千百亿化身来 这是第二类 第三类 比方说地藏菩萨 或释迦摩尼佛 就在做我们五着恶事 尤其是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就 深深逝逝在会土修行 将来地藏菩萨 也在无量寿 就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而成佛 所以他是会土修行 而会土成就 所以你问了一个问题 净土不容易成就 谁说的 你讲的不太正确 我希望这位脸友 有空去听一听 这个月底 宽祭念佛堂 会出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希望你谦卑一点 先了解什么是净土 而我前几天会讲 净佛国土法门 我是看到了就很多人 像你这一类讲排斥净土的 其实净土是绝对 每一个人要修的 接下来 为什么密宗有很多高成就 选在转世在人间 继续度众生 这是特例 他是道价此行 这是他的愿力跟不退转 不可以以偏概全 没有错 有些仁波切是发愿 在这个娑婆世界 度一众生 但你不是仁波切啊 对不对 讲佛法要讲完整的 不能以偏概全 举一个例子 我想以前吧 应该也是在这个讲座 还是在另外一个讲座 忘记 我讲佛教徒不可以选神通 他用什么例子来顶我呢 噶玛巴 还有莲花生大士 问题噶玛巴是圣者 他无我啊 释迦摩尼佛在戒律里置地 比丘比丘尼是不可以显神通的 显神通是破戒的 你有没有想过 显神通会带来多少的麻烦啊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插播一下 假如佛法可以度众生一百万年 假如佛弟子都喜欢搞神通的话 那正法就会灭成了 五十万年就入灭了 为什么 外道也有神通啊 何况佛陀也说 神通敌不过业力啊 所以比丘界里面跟比丘尼界界 如果比丘比丘尼显神通的话 是破戒的 那佛为什么要这么治 因为他要顾到后来的众生 但是假如你去读阿含经 大乘的经论 佛有没有显神通 佛专门用神通读外道的 但你不是佛啊 所以讲佛法要有次第 不要以偏概全 对不对 那像很多的伟大的人波切上师 其实他是先修成 到净土证悟了 成愿再来广度众生 所以他生生世世再来度众生 再举一个例子 极端一点 我喝点水 我有点激动的感觉 没有 无碍无师 我更爱真理 有时候你要听清楚 佛法真的很浩瀚 它有次第 举个例子 有一个法师就问 噶妈巴 噶妈巴 以前我们都是念阿弥陀佛的 现在我们修呢 藏传佛教都跟着你 我们都念噶妈巴签咯 我们也念 请问我们还要不要去极乐世界 法王说 当然要去啊 极乐世界是不会六道轮回啊 极乐世界是很殊胜的 你以为 噶妈巴只有一个吗 十方世界都有噶妈巴 你在极乐世界也看得到我啊 开悟的人就会讲这种话 我们以为噶妈巴就是眼前 你看到噶妈巴的这个很漂亮 Handsome Smart的这个 很帅帅的这个 其实十方都有噶妈巴 普门品不是讲吗 十方诸国土 无叉不现身啊 那你干嘛要跟佛菩萨变呢 十方都有观世音菩萨 你为什么呢 就是这么跟观音菩萨 过不去就是不下去净土呢 所以我